比较漂亮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他根本没有iVoting的这些精神 所以他赶时髦的结果 只是学到一个皮毛 那么像党产的部分 你马上就可以做啊 那人民期待很久啦 各个政党也都一直在观察这个事情 一下子从马英九开始跟我们说 你要意大利面还是你要牛排 你要什么扯半天 从最西式的讲到最中式的 大家恶的要命 拜托你先端个东西出来吃吃吧 我不要在那边装神弄鬼 那刚才东海这个议题 我是认为长期来我们政府 对私立学校都是不闻不问 都是让他们自生自灭 不管是给他资源也好 或者是该监督他也好 你看这一次这个校长这个部分 其实已经违法了 大学法有规定啊 大学法记载的很清楚 这个校长除非你任期到 要不就是他被判刑 要不然你不能随便把它摘掉 所以我认为这个不能当做一个小case 教育部应该慎重其事的来处理 那至于美和市 我提供一张新的东西给科P 也给各位观众参考一下 你看这政府做事情多荒唐 两年前当大家我们议会 监察院都发现美和市的问题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关键就是那你土地不要过给他嘛 土地在我们市府的手上啊 结果我们市政府捷运局这些天才啊 竟然就是跟他拿了一张本票 拿了一张玩具本票 三十六亿三千万元 然后就把土地过给日盛生 这张本票不但是玩具本票哦 而且还只有负责人林荣显自己署名 还不是公司的本票 最后我们议会骂了 他再去跟他补一张 他说嫌一张太少 那再补一张 再补一张六亿三千万 你看这余事无补的东西 当然玩具本票有他法律效力 可以本票裁定 可是你还是必须经过裁定啊 那我们在议会骂了 我总之询骂了之后 他去弄了 他说好 赶快去跟他换一张 换一张三十六亿五千万 换成这一张保证书 银行保证 进一步啦 我们好像有拿到银行的保证 照说银行的保证 我相信在座各位大家都很内洋 银行保证无因的 你照说我们甲方政府提示 你就要该给我们 这些天才啊 我们市府的这些内鬼 又去除了这张银行保证以外 又去跟他写了一张协议书 说我这个银行连带保证书 要提示之前啊 要经过两道程序 第一道 要三家鉴定公司下去建价 建价说 我日盛生该还你市府多少 我有没有欠你市府 第二个 建价出来 现在建价出来不是七十六亿吗 还要经过仲裁 或者是法院诉讼 那加了这么多条件 你照说银行的保证书 我们拿了 随时我们可以无因可以敌事 结果我们自己让步 去跟他写了这个协议书 那最近又发生一个事情 在这个之后 我一直跟 捷运局 也跟市府的官员 一直在跟他交来说 那这样子 到时候这个建价出来啊 我们 绝对不要采仲裁方式 对 仲裁虽然比较快 可是我们要采法院诉讼 那么会虽然时间比较久 旷是费时 可是会对政府 对我们人民的利益比较有用 OK 我简单讲原因为什么 因为法院是政府开的 仲裁是民间的仲裁协会开的 仲裁的结果 你过去看这些仲裁 十件里面有九件 都对于民间的公司厂商 尤其是对财团有利 我举最著名的就是马特拉 马特拉把我们市政府 糟蹋成这样子 我们台北市第一条捷运木炸线 马特拉摆着 他不爽他就走了 他说你不给钱 我就不给你通车 后来陈水扁市长上来说 马特拉不拉 我们自己拉 就自己去整理整理 我们就自己弄动了 对不对 那木炸线就通了 结果马特拉就寻仲裁这个途径 那仲裁的结论 马特拉欺负我们到这个程度 我们还要赔他 十六亿四千万 这就我说的仲裁的可怕 而我刚刚说要做任何事 心理也好 除备也好 其实要多做少说 不要敲锣打鼓 同样的 现在我们要抓这个弊案 柯市长要去抓 挑战财团很好 可是敲锣打鼓的结果 在一月九号 两个礼拜前 市府这些官员 尤其是这些内鬼 趁着柯市长来交接 趁着兵荒马乱的时候 就拱柯市长当主持人 你看一月九号的会议 对 事由就是要解决 美和事这个问题 OK 主持人 柯市长 这张会议记录很简单 就一句 就说这一个案子 交付仲裁处理 哦 大家最怕的恶梦 在这边留下了伏笔 那我认为 我跟柯市长提的就是说 这个谁啊 拱你出来开这个会 谁公议组织这个会议 那为什么同意接受仲裁 我跟大家报告仲裁的严重性 仲裁的结论 因为必须我们政府跟厂商 双方合议才送仲裁 所以你同意了 你既然同意了 所以他的仲裁的结论 等同于法院的判决 等于是你政府的公权力放弃 到法院去认识非 对 对不对 那不是法院 而是由仲裁协会 仲裁协会就三个人出力 第一个仲裁委员是仲裁协会所聘的 当然很多是社会公正人士 可是厂商日生生挑一个 我们政府挑一个 市府挑一个 第三位就是由双方合推一位就对 那仲裁的好处是很快速 可是他的缺点就是会对民间的公司 比较有利 所以一般政府的公共工程 像陈委员他们在中央很清楚 政府几乎都不会同意 去接受这个仲裁 是谁拱柯批去签这样的一个文件 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这个还要这个还要查 那我认为照说美和事最好的解决方法会是什么 要我我跟柯市长如果要我现在具体建立他 我认为说好既然先前跟人家签了协议 在好市长的时候签了协议 说你要经过仲裁或法院判决 那要我我会主张应该是法院 我们去法院提告 提告的同时我们假处分日生生的财产 这样子他才会害怕 他才会出面来解决 现在你跟他同意仲裁后 你看现在大家不谈日生生的事情 科匹也惊口了 为什么 这个日生生很好讲他一句话就给你推了 他说你不是同意仲裁的吗 这不是交付仲裁 我们静候仲裁的结论 那么如果我们采取法院诉讼 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告他 我们可以假处分 那因为法院会根据说 因为现在媒体舆论把这件事讲得那么多 那么透彻了嘛 民气可用人民也这么愤怒了 法院判决我们是否去缴的保证金 一定会很合理很低 低于三成 搞不好只要一成就好 而市府对市府来讲 我们不管是要76亿 90亿或100亿 你缴一成到两成 10到20亿的保证金 我们就可以去处分 去夹扣押 夹处分 日盛生的财产 防止他脱产 而且你把它扣押下去 他才可能做回谈判桌 来跟我们谈判 而且这一些说实在话 我们要去市府 要去缴给法院的保证 其实很简单 我们市府那么多公债嘛 要布市府的土地 台北市政府闲置有 9万8千坪土地 闲置的防射有2万6千坪 你只要剥一部分去压 我们就可以马上 对日盛生 施出应该有的质查 所以有内鬼 对 我认为这个事情有内鬼 继续查 对 当然 所以其实 王毅远所讲的 你看最近好像美和市 其实比较少 真的就是卡市在这里 但我认为真的要查 真的是要从法院 其实如果仲裁 其实我们自己知道的 所有仲裁 绝对是会对日盛社会有利的 而且会对市政府是无利的 所以 其实我们再回过来 看到朱立伦的部分 其实我们现在很担心 他说 他现在要请公正人士来 整理党产 还有财务状况 公正人士他定义的 对啊 公正人士是谁 我可以大家看 王如璇 王如璇是公正人士吗 连黄世民 这个已经 大家认为他违法的 大人 散市 我们先回来 若高一 老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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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